回來講講許智峰這個神網分析會長一點 許智峰在Facebook上帶一支東西 他說日前收到香港警方的電郵 內容就是高等法院告知將會在6月2日開庭 就我四足刑事藐視法庭案宣判 負責審判的就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身符政權指定的政治任務 宣判罪成都是必然的事 這個亦都意味著是我來講前後所涉案件中 第一宗定罪的案件 這個一定要先講講 其實負責審判的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但是他的案件跟國安法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我的了解就是 沒錯 那個法官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但是那個國安法指定法官是會審其他案件的 現在不是用國安法去搞許智峰 不是這樣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現在有些人覺得國安法弄死你了 沒有啊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有些人就是 就是說 活該你了 犯了國安法 現在就是國安法搞你了 其實如果你說第一宗定罪的案件 第一宗定罪的案件 其實我的理解就跟國安法是無關的 那好了 他也有說 他說 其實對我宣判監禁五年十年 甚至是中心監禁又怎樣呢 中心監禁又怎樣呢 他就說 政權就無法將我緝拿 國際政府 國際社會 也都拒絕引渡 法庭越重判 越重判 就越顯得法令軟弱無力 反而突顯暴政的荒謬 自取其辱 淪為國際輿論的笑柄 這個就突顯了一個許智峰的盲點了 許智峰他現在是買重注的 就是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永遠都會拆下去 一定會脫鉤的 永遠都會拆下去 他是買重這件事的 現在是買重這件事的 那他買重這件事的危險性是什麽呢 說真的 萬一反水就很嚴重 萬一反水 他就肯定要送回香港 這個世界呢 香完就臭 臭完就香 是不是 你現在風光不代表將來落魄 是不是 現在風光不代表將來不會落魄 說清楚 好像余婆婆那樣說 余婆婆就說得對 你不會壞的 是不是 你不會掉到坑渠的 被坑渠拿飯吃 是不是 有可能的 當然余婆婆就沒有罵 沒有罵許智峰 沒有沒有 我可以用余婆婆的說法去罵許智峰 Kokimi有一條路走到黑 問題就是 為何會有這個判斷呢 其實我也要分析一下 他有這個判斷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現在就是他被人告藐視法庭 但是在香港公然做藐視法庭的人 有一部分是完全沒有事的 因為他打著愛國愛港的旗號就沒有事 一天到黑 說冤岸 王冠 九官 九官 很多人 很多人說這些話 那些人完全是藐視法庭 那些人 一群這樣做 是 沒有做任何事 去告這些人 所以 許智峰 他的判斷就是 你現在的法治 只是針對政見不同的人 他的論述也是這樣 如果他有這樣的論述 我告訴大家 你要認清一件事 這個論述是這樣的時候 之後就會有很多事情會很麻煩 因為這個論述 表面上是成立的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打著愛國愛港旗號的人 做和許智峰做一樣的事情 又說法治已死 那些王冠九官 亂判 冤案 明明有機會上訴去不去上訴 大大隻字寫出來說冤 然後狂罵那個法官 坦白說 他還要加上 別人說法治已死 又說法治不公 那些事情 如果只是告許智峰那邊的人 你不去告另外一邊做同一件事的人 很簡單 許智峰那些人就說 這些只是政治案子 這些是政治打壓 如果你政治打壓的話 他們成了這個論述出來 舉個例子 現在許智峰那樣 他買重一件事 就算中西方 大家和解也好 只要他自己的案子 永遠都有政治打壓這四個字 即是罩住的話 他是不會有事的 所以他才夠膽這麼囂張 我告訴大家 是囂張到不得了 托拉斯特就說 洞房這麼多年都沒有被告 所以就是說 洞房不是沒有被告過 洞房是有被告過的 我告訴你 所以 法庭有被告過 不要動他 之前他有告過去藐視法庭 他有一件事 他跟蹤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但他平時那些寫文章 怎樣批評 甚至乎可以說是侮辱的法官 這些他是沒有動過他們 沒有動過洞房的 只是有一次的行為上 是跟蹤法官 真的過了火 這個Toracev他就說 拉鹹濕李好勁才能彰顯法治 其實就不只是李好勁那些 有其他那些 其實都是要拉的 就是我的粗錢的看法就是 你不能夠有些人說 愛國愛港 就是擋箭牌的 他們做的那些事情 有一部分人很明顯是 行為跟黃友是一模一樣的 接著還要屈我們 就說我們是黃的 說林鄭月娥是黃的 說法官是黃的 很坦白說 有些人做的事情是騙得不得了的 而他們是沒有事的 所以現在許智峯的底氣 我的看法就是 某程度上就是 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夠足的 所以他這麼有底氣 這就是我操淺的看法 青山頭髮麻醉員就說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在議會奮天光 願我能用猛火 讓證據全燒光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 問題 大家都要明白就是 許智峯現在 現在壓重注 在有些事情那裡 而如果他 他壓注贏了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輸 我告訴大家事實 Toracef就說 我覺得有一幫人 會去七一後 叫李家超拉林太 是一定會的 還有人會叫 他就說要拉芒向編輯部 是一定有的 因為他們已經 設好事錄架 說要報國安 你知道嗎 陳靜心也可能會被人抓 陳靜心也很危險 陳靜心也很嚴重 如果他正在聽的話 我現在先給他聽 陳靜心你也很嚴重 因為 在他們那幫人的眼中 支持特首林鄭 就是分化建制陣營搞事 還要搞起底 他就說起了我們底 好像是 疑似是 還說要報國安 當然 昨天正向下午茶 我都說了 習主席 中央 出來說幾次了 中聯辦也是支持林鄭月娥的 那他們是不是分化 如果我們支持林鄭月娥是分化的 那習主席也是分化 對不對 還有中央也是分化 中聯辦也是分化建制派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報國安 就拘捕習主席 最重要的是 要拘捕中聯辦 出來說過 支持林鄭月娥的官員 要拘捕他 不要只拘捕我們摩訊編輯 這群建制派 都不是根本什麽建制派 老實說 就是一群唯威在賺益的人 同時 都罵了 跟他政見不一樣的人 不過他們覺得自己是贏了 看看他們威了多久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要報國安 他們現在很威了 威到不得了 真是老老實實 我們就失威了 他們就很威了 現在是贏了 好了 Toracef就說 7月之後 支持李家超 依法施政 是不是又要被拘捕呢 也是 Jackman就說 李家超也有分化 對呀 之前就多謝了林鄭月娥 這麼多次 還不是玩分化建制派 對不對 是說話來的 哈哈哈哈 後任多謝前任 很正常 在鏡頭面前都要這樣說 背著鏡頭 一定罵到 媽媽都不認得 9X 罵到 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裡也要說一說 有些人說的話 不單止不合邏輯 他還要是非嘗之賤格 說的話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但事實上 他們那幫人做事 就是握束至極 可以說是衰到貼地 我不想這樣說 但事實上是 許次鋒怎麼說呢 他再重申一次 不義的共產黨法庭 是應該公開蔑視的 香港的法庭和共產黨 是沒有關係的 首先要說清楚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不同的 分開的 香港的法庭 在意代幣幾十萬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 哈哈 真的沒有威過 你覺得很對 五門 我錯 我承認我的錯誤 許智峰還要怎麼說呢 他說 法庭也深知 滅視暴政的 又豈止 我許智峰一人 更加是大部分的香港人 許智峰這件事 現在說中了 許智峰這件事 連那些 自稱藍營愛國人 都是滅視法庭的 是公開滅視法庭的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真的這樣的 哎呀 真是嚴重了 好了 現在回來再繼續說 他說 我只是僅存 仍有自由 可公開表態的人 這樣 他說他自己可以公開表態 不是啊 很多人都可以 我都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 不是啊 要記得寫過冤字的人 完全沒事 但是他沒有被人告 是啊 所以如果一定要公開 說真的 要公開公正公平的話 就一定要抓一兩個寫冤字 就是罵法官是黃官那些人 其實是罵他們是狗官那些人 其實是要抓他們兩個才行 要不然根本就不適合 整件事 那麼 這個 許智峰他說 所以我面對指控 可以向全世界 呂樂承認 光明呂樂承認 他就這樣寫呂樂 沒有寫光明 他沒有光明的 這個人只有黑暗 我蔑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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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無愧咎 但是其實 除了 許智峰之外 承認自己 就是 蔑視法庭 或者蔑視法官的人 有很多 在香港都 在Whatsapp 你打開 那些藍營群組 個個都在罵些官的 我們叫別人 不要罵那麼多法官 就會被人說 哦 你們是支持那些 假法佬的 這樣 這樣 我叫大家尊重一下 制度 原來尊重一下制度 是錯的 他們那些 要拆毀那套制度的人 是對的 如果 你說要拆毀這套制度的人 是對的 那就大了 許智峰做的事情 某程度上 都是對的 那就大領落了 9pm post 說 沒有人報案 警察不會抓 要報案 就是這樣說 有沒有人報案 據我所知 其實有些盲友 已經報了案 有關某些人 滅視法庭的行為 就報了案 我了解 不知道真是假 如果有報案的話 現在都沒有做事 他有特權 可不可以這樣解釋 對不對 另外 這個 許智峰就說 陳慶偉法官 他就直接指罵陳慶偉法官 說他 面不紅耳不赤地說 這個就是屈的 我們一定要說 這個許智峰就很差 他就說 是共產黨指派去迫害議己的 那位國安法指定法官 這個就是屈人的 現實就是 他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 這是事實 但是 他沒有迫害議己 一定要說 他不是迫害議己的法官 其實問題就是 另外 他又說 國際社會 討論制裁侵犯人權的 香港人士 是考慮制裁你 還是制裁我呢 現在他覺得 全國際的力量 都在支持自己 這個許智峰 要解決這個核心問題 我告訴大家 一定要做 一定要解決 做一樣行為的人 不管他的政治觀點是什麼 你都是要處理的 就像許智峰做的那些行為 藍營友也有人做過 藍營友做的那些行為 你不能夠說 我不處理他們 這樣是不行的 孔偉師說 公平永遠是相對的 那不是 就是 有一件事 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到 一視同仁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其實真的是 就是量度一件事 高不公平的 其中一項準則來的 那當然 就是 許探長 之前他做過一支節目的 他就說 他就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做這個違法的行為 其實 在澳洲安不安全呢 就是對許智峰來說 我告訴大家 許智峰呢 如果他夾著美巴做人 在澳洲完全不犯任何法律的話 他就不會有事的 但是呢 如果 他在未入到澳洲籍之前 他就 在澳洲犯了其他法律的話 他就很大問題 他一定是送回香港的 在澳洲犯什麼法律 會驅逐出境的呢 我根據一些 新西蘭人的經驗 我之前講過的 其實昨天正向下午茶講過 新西蘭人的經驗 就是你超速駕駛 一個例子就是 接著就釘了牌 釘了牌 你開車再被人抓到 那其實已經可以踢你走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 可以踢你回原居地 或者你的出生地 你在哪裏出生的 許智峰 你在澳洲出生的 你在澳洲籍嗎 澳洲籍怎麼可以做到 香港特區議員 一踢你回香港 就死了 這些全部都中了 對不對 如果我是他的 就夾著美巴做人 沒有下半世 安安靜靜地在澳洲 我覺得 按不中了香港 就不要回香港 沒有所謂的 現在你看一下 許智峰究竟有什麼罪呢 許智峰 他就說自己有其他被控的案件 第一就是光復 他說 忍好了 我們再加上 屯門遊行罪三項控罪 有通緝令 來會衝突兩項控罪 以示廳訂臭草案 四項控罪 負通緝令 立法會選舉投白票案 四項控罪 負通緝令 國安法分裂國家 及勾結外國案兩項控罪 負通緝令及財產限制令 這個就是 國安法分裂國家 勾結外國兩項控罪 那麼 他這個行為 就當然 藍營有沒有做 但是 如果你說 滅視法庭那些 藐視法庭那些 這個 許智峰 就不出庭 他離開了香港 不出庭 就滅視法庭 其他人直接罵了 九官 皇官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甚麼罪 那些是沒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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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罵 我們不會罵 我們不會的 我們很小心的 當然 許智峰就說 看你暴政如何繼續亂扣母子 我變成最多控罪於一身的人 不要裝了 說真的 老實說 有很多人被法庭告的罪 比你 許智峰 他還要大聲 怎麼說 放馬過來 越多打壓 只會令我 越有鬥志 那一步都不退讓 就從暴政周旋到底 但是他坐在澳洲 說這些話 吹澳洲這樣說 哈哈哈哈 沒有辦法了 許智峰 在澳洲 一犯法就糟糕了 那 許智峰 真少人 膽少縮骨 其實 他可不可以留在那裡 現在他買了一件事 就是 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永遠無法修補 就是這樣 他是買重鑄 在這方面 我的看法就是 你買到這麼重鑄的話 都有可能會輸 這個是我操錢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可以 變得很厲害的 他不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芒果佬經常說的 就是政治一天都嚴長 哈哈哈哈 有些事情可能 很快就解決了 你不知道 當然看起來 看起來 現在當然很難搞 西方和中國的情況 永遠都和解不了 看起來 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我也要說回 我很操錢的看法 就不一定是這樣的 雖然是比較難搞 但是 不代表 真的 難搞一些 但是不代表 不能解決 有些人是買重鑄 不會解決 或者解決不了 我的看法 就不一定是這樣的 好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不如休息一會 台陽好嗎 之後 我們回來再講講其他話題 對 對 對